这是1961年拍摄的最后一支被解放军击败的国军残部 政列队从缅甸泰国边境乘坐飞机返回台湾省的真实影像 从大陆溃败到金三角 这支国军残部陆续击败了缅泰联军地方势力国际雇佣军团 最后回到台湾省他们已在海外生活了11年 镜头是1961年3月23日当天随着飞机的起飞 这支国军残部的历史使命也即将宣告完结 在飞抵台湾省屏东机场后 他们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 台湾省方面一当场在机场为他们发放了慰问金 新衣等 同时也提前在台中的成功两处准备了住宿 尽管条件不算多好 但相对在金三角多年没水没电的日子 这无疑可以安居乐业了 这是他们刚抵达屏东机场时的另一份镜头 可见在金三角生活多年的他们 即便身材消瘦却依旧精神抖擞 1950年国民党在大陆溃败后 原国民党陆军第八军709团团长李国辉 带领近2000人逃亡金三角 并与潭中率领的708团700多人组成复兴部队 四季进攻新中国 尽管他们是解放军的手下败将 但退到金三角后 这支国军残部却在1950年以不到2000人的兵力 击败2万人的缅泰联军 壮大后更是在1953年和缅甸重金雇佣来的 英属印度国际军团交战 该战双方共投入10万人 最终国际军团战败 全军覆没 总指挥丹尼尔以开枪自杀 当然在金三角的11年时间里 这支国军残部一层屡次进犯云南边境 妄图颠覆新中国 只是每次皆被解放军击败 仓皇逃回金三角 而缅甸泰国两方 在武力上无法取胜 虽将压力给到联合国 最终台湾省方面 虽在他们势力最巅峰时 将部分残兵撤回 不会留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